今天继续更新一场托帕嘎鼻祖的联赛 腾村对上升职 腾村这个赛季选择了春莉 我一开始以为她会玩路克的 毕竟性能玩家的选择都是路克 结果发现春莉才是她的真爱 那春莉这个赛季的话 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平调 主力的一个立回招式 占重拳这个东西被改了 削弱了挺多的 速度变得很慢 那现在打一些中距离的招式上面 得更多的用中拳或者中角来打 虽然在平衡上面也给了她一些其他的补偿 加强了一下近身的压制等等 但那些东西我觉得不如那一发中拳砍的伤 所以总体来讲这个角色是有小削弱的 但可能没有像其他角色那样砍到大动脉 所以这个赛季腾村还是选择了春莉 升聚这边用的这个将军 我就不多说了 将军在众多历史版本当中 几乎都没有怎么改动过 改动都非常的少 这个角色就是不改动最大的加强 因为很多强角色会砍到他们的大动脉 对吧 所以将军就从中获利 那这个赛季的话 将军的VT1 就那号三个V槽的 是有得到加强的 但那个加强我觉得最多 就是在娱乐性上面的加强 就玩法变得多样了 可能玩起来会觉得更加有意思 但实际作战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部分将军还是会选择VT2 因为这玩意儿比较实用 真的用了少 VT1虽然变得灵活多变 但实际上总体伤害是下调的 又看起来花里胡哨的 实际上被人一拳垂倒的那种 好了 那回到今天对局 腾村的春丽来打升居的老将军 这边直接起跳以后没按键 这刚才按一个中角的话 打一个逆向就可以拿一次进攻的 那现在这个落地是给腾村先拿机会 中拳打中 前前以后再补一个头 最后一个晕点 不敢动了吧 啊 想要起跳 他这里能量是用掉一个的 升居刚才应该想做一个立定跳远飞出去 但是腾村这边很记责 他知道对手有可能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出门 那就EX百列来抓你的这个飞天 那抓下来以后这一灯就直接拿下来 第三弹 上来前前就撞在波上面 先掉一波雪料 这个应该压不了起身 升居这里也不太敢按键 在中远距离看到春丽还是有点怕的 我打春丽的时候也是 在那个距离下面 虽然他的重拳削弱了 但是对于将军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 将军不是一个打插盒打收招的角色 他走的太慢了 所以像春丽这个衰弱 其实对于将军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至少在对战的感官上面 这边终于找到一个出门机会 但改变不了他在一个斩杀线的威胁 春丽这边很谨慎交一个VR 用VR来缓解一下对手的进攻 只要把这个V槽脱掉了 基本就没有什么大碍了 找一个机会一个CA可以带走 交一个V闪以后没有打中 加增到EX想再强推 升居这里最后的绝唱了 把自己最后一个气交完以后 藤村一发单发确认 直接带上Z的CA 升居应声倒地 升居最后没有拿到任何一个可以打进去的机会 藤村他过于稳健 你任何想要加增过来抢压我的动作 都直接个VR解掉 我们打中距离力回 那你肯定是吃亏的 将军打春丽在中距离本就不好打 这里前前想要偷击 偷不了 这个东西对于任何一个高手都是不可能偷击成功的 将军那个前前是可以封印掉的 但架不住 升居有时候想堵一下 下中距离摸到一个角 直接跳过去压下段走中 这里有一个机会 他应该是想要前走去按头的 我感觉是串招了 这里应该不太会是一个发波 先拉的后 然后再往前一走 按头的时候变成一个波了 我觉得最多的可能是这样 低空百裂 低空百裂的话落下来 升居如果抢轻攻击是可以抢得到的 他应该是按中的 那这一波还是让腾村继续捏的主动拳的 这个跳中拳 腾村在这里应该是觉得升居会用截空的方式来打 所以他这个跳中拳按的特别的早 像这种我觉得就对于对手的一个认可 知道吧 如果对手是一个很菜的鸡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这么早去按这个中拳 再一个剪刀角刮到墙角 这一起跳 这一起跳 很难受 又进去了 这边只得爆一手VT 升居刚才想要打一个墙角的起跳进攻 结果被对手一个前走就出来了 这一波VT应该是防不住了呀 手上没有VR的情况下 挡不住这一波 因为春莉这边连续的几发VT 打完消耗以后可以强行磨血了 这个时候升居几乎已经被判了死 好 现在第二灯 手上三支人的春莉 又是很吓人 可以EX百力摸角 EX波直接打过去 跳起来重拳截空 下段七手连招掉了 腾村这里丢的不仅是伤害 还有后续的压制和推板了这个距离 下中拳又被摸中角 这里还是老样子 这次腾村很聪明 直接选择下段防 你同一招不能连续的用了呀 你升居 你能搞啊 你怎么能一直这样用 再不济我往前走一点打开逆向 不过那个就有可能被看出来 直接一个28A转走了 来一个电风扇 诶诶诶诶 这里跳中角打不到 所以他选择落地EX百列再追一下 这样没有追中其实也没风险 但是要浪费一个气 手上有VTR了 接下来升居这边跳出成功 中拳烧火追过去 应该是要准备开V了 没有 他没有选择秩序的给压力 刚才按一个中拳直接开择 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 那他现在留V槽 有V槽可以防一下对手的VT 那自己的进攻的话 也很难把对手打死了 这是一个大问题 下转发波前动鸟打到乱动 这里突然抢中一发头以后 中拳还是骗一下 甚至直接被剑切了 这个中拳拍过来 直接用一个转圈截击掉了 这反应是很到位的 甚至还是那种很谨慎的打法 他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谨慎的选择 以前看他打那个SFL的时候就是 他那种谨慎的打法打赢过很多人 而且很容易跟别人打到一个99秒 刚才一个VS对空还不错 前面又是一个强角位 但是打不过去 对手的拳脚很长 起跳的话有可能会被对手绕后 我这一波是截中的 想要再丢回去 藤村拆了 藤村这里一个及时的拆头 来 直接选择起飞 但是没有用 藤村看破 但这个东西他是一个双向的 藤村有可能会被深居打 如果深居往后拉 直接往回走 那这个藤村就要被打 所以藤村这边是下判断 白猎倒地追过去 中拳打完往后拉一波 直接去VT 这一下 深居起跳了 起跳时起跳了 但落地还是主动拳在藤村手上 来 中拳VT招出来 一波带走 最后还是让他立定跳远 跳出来了 所以藤村之前那个中拳以后 直接插一个EX百量 是可以打这个立定跳远的 但藤村这次没有这么做 因为藤村他不是复读机 对吧 但深居我是 我只要在你这个行动后面这么干 脑子都不用动的 将军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因为他这样子打 他没有什么成本 啊啊啊啊这个VT有点帅 中拳接了一发VS2 连之后跳了 不愧是你 那这个VS2 在这个赛季当中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带VS2 VS1虽然伤害削弱了 但实际的作战价值还是蛮大的 又可以换边 又可以打推板 对吧 VS2的话他无非就是劈一脚过去 可以打拆 或者接一点连段伤害 但总体来讲不如VS1要 我觉得 只能说藤村有他自己的想法 现在深居这边是有血量领先的 但这个领先的话 挨不住一发CA 又是一个重拳直接开始做确认了 这个赛季不能像之前那样频繁的打重拳去做确认 以前的春丽有三气就像复毒机一样 原地重拳猛暗 你光当一下撞上去了 啪一下一个CA出来了 你尖上帝了 现在的话就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藤村如果狂出重拳的话 是可以用重拳去抓的 虽然不能像其他角色那样抓的那么狠 将军还是有一定反制手段 现在怎么办 一踢 打完以后下中拳一个剪刀脚 抓中对手的一个前进 这也是摸到脚了 那这一局是扳回一局 上来先摸一个重拳大脚 两发 藤村这边会怎么做 直跳 再一个跳入 这边跳进去了 打一下乱动 前中拳被下中拳先一步抓中 发波 其实刚才那个距离发一个慢波 甚至要是吸掉的话 那一个中拳上去就是趴一个碎坑 但他好像发的不是慢波 跳中拳这边可以拿一个进攻机会 打一下乱动没有中 甚至还是小心的防守 EX波往外压一点 这种EX波交出来 基本上就觉得自己位置太靠后了 有点心虚了 多多少少要抢一下节奏 怎么办 现在升局就一点点被逼的往后退 直接跳起来 捷空落地又要被压一套倒地 这个开局已经不是很妙了 对手的气也快满了 中拳TC抢出来以后 这边先挠一个头 看一下这一波进攻 直接防住对手的一个转圈 那这一波可以直接带走了 下来 烧火 前前过去 诶 还转 腾腾很出人意料 直接转了两次 再绕一个身后 啊 升局这一下 怎么说呢 他是 有点没有办法了 那个立定跳远 在这种位置 踩中对手 你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往后拉 你不可能再往前跳到里面去 对手没有厚厚的理由 对不对 他已经到板边了 到了板边的话 我又打不中你 我只有一个选项 只有往后拉 那对手就可以提前看得出来了 所以腾村 这里想都没想 一个前前过去EX百列 请你上路了 这个东西在板边打春莉 真不太好使 因为春莉的这个追击范围真的有点远 他有能量的话EX百列怎么追都追得到 发动快距离远 前走先投 投完以后 中角压一下起身 没有打到乱动 往前压 EX波出来 中拳交出VT 下段 折不住 这东西 腾村一看有一点距离的话 对手应该不会轻易的出指令头 那我就先防就行 很大的概率会有一个下中角 现在血量过半了 升局依旧没有指挥 腾村这个男人真的太稳了 你在打迪回的时候占不到他便宜 你也没有办法去偷他鸡 然后他一波进攻打过来的时候 连续性又很强 对吧 每次都带着变化呢 怎么办 先一个头 头重了 假动作 这得不用想了 腾村他不会直接一个重拳拍过来 而且我更加怀疑的是 腾村有办法在那个点上面 用眼睛去确认你的重拳 然后直接用EX的转拳来转掉 所以神局这边是坚持不懈的 每次都用中拳骗一下 但腾村心知肚明 你不敢拍过来的 完了 这里被抢中一发以后 再上一个C 游戏瞬间结束 那今天这一场投胖嘎的比赛 就大致的介绍一下 春丽跟将军这两个角色的赛季改动吧 其实改动也不算很大 主要是春丽这边可能影响大一点 将军没什么变化 好吧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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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